每家外头一阵天遥地洞 铁窗蓬蓬作响 就连植物都在晃动 还有花莲民众紧急跑到户外空旷处 手机警铃大作 地震速报响个不停 花莲的渔滩 整个监视器画面被晃到上下左右摇 大壁石山的监视器也几乎晃成一团 渔震停歇几天 6号下午这一两波全台晃动 今天发了这两个地震 我们还是归类在说 归属于跟4月3号的渔震 是相关的 因为就空间上的分布 两起地震镇压位于花莲近海 分别的下午5.45分 瑞士规模5.9 以及随后5.52分 规模5.9 连两阵都属于极浅层地震 多地都感受到明显摇晃 它跟第三坡的那个位置不一样 它反而是跟第二坡的位置一样 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担心的第四坡 渔震不断就连台东复岗渔岗也发生异象 鱼派小心翼将枕头硬败色的鱼拿出来 一艘船在大午外海作业时 捕获一位长约2.5公尺的地震鱼 重达12.6公斤 船长跟分享 这阵子花冬地震密集 地震鱼被捕获数量也大增 上个月开始就捕到10多位 我离成功那边还要一样 那一款就知道地震鱼更大 那应该是给人的问题 根据气象处统计 截至6号晚间发电 预阵累积1373器 民众还是不可轻忽 谢华东综合报导